阳春三月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,一切都是明媚的,看什么都有新鲜感,先来一张大片让我们小笼包姐姐馋。 说起猪一龙那可是好多小笼包们的心头肉,只许看不许黑,可是最近就有许多黑粉不安分想要搞事情。 腾讯视频娱乐宣传珠一龙黑粉,这引起了小笼包们的强烈不满,想要黑龙哥请先过小笼包们这一关。 在我们小笼包们共同的努力下,我家爱豆一只活跃于各大数据榜单之上,就算不能天天剪那也要做好他的强大后盾力量。 最近我发现,豆瓣儿组票选出的嘴,受网友讨厌男明星居然也有龙龙,这便让我很不能理解。 这样一位堪称完美的男子怎么会让人讨厌呢? 放眼整个娱乐圈,龙龙的气质那可是独一无二的,明明可以靠脸,吃饭却偏偏想要靠彩,华。 朱一龙于1988年初生在湖北武汉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本科表演戏,从小练习钢琴给人一种温润耳雅玉树林风的感觉。 不说别的就冲着精致的五官那些黑粉们你们怎么舍得? 我家崽崽的身材那也是一绝,简直就是行走的衣服架子。 穿什么都好看,最重要的是灵飞纹。 出道至今朱一龙一直给人一种青春阳光的感觉。 从镇魂就开始小有名气引来了许多粉丝的追捧。 直到现在的知否让他名声大噪,各种晚会活动也是应接不暇。 虽然事业红火,但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才是生命的本钱。 人家虽然有钱也并没有铺张浪费而是一直热心与公益事业。 同时给小龙包们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,还被央视光网点名表扬。 你说气不气人,所以啊,隆隆遭遇的黑粉那纯粹是人红是非多。 再次祝愿我家宰宰的新剧到墨笔记重启能够收拾大红。 新的一年事业顺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